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你一同探索神奇动物的再生奥秘 神奇动物有心知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 欢迎 张静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好奇心观察员 轩一老师 轩一老师好 曹轩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交节目中心主持人 生而为人 我们都是相当幸运的 但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 我们又不得不去羡慕动物们所拥有的强大本能 有一些动物 它们的目光敏锐 哪怕是在暗夜当中 也能把猎物分辨得一清二楚 有一些动物 它们的耳音超长 不仅能够听到普通的声音 连我们人类听不到的超声和次声 对于它们来说 都是捕捉信息的重要因素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万万没想到环节 万万没想到 本环节将展示三个动物的一句话标签 由线上云观众根据兴趣度为它们投票 最终按照票数从低到高的顺序 揭开今日动物来宾的神秘面纱 它们的一句话标签分别是 我是不怕伤心的水中鱿鱼 我是每年都长脚的陆地走兽 我是一生都在换牙的海底猛兽 请云上观众进行投票 首先出场的就是 每年都长脚的陆地走兽 我基本上已经能够猜出来 这是哪一种动物了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这种动物每年长脚的过程 能被称之为是再生吗 这其中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来 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刘田 北京迷路生态实验中心科普讲师 大家好 我是刘田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神奇动物 是头上有鸡脚 再生能力高的梅花鹿 说到再生能力 相信大家印象最深的 或许是小时候在田野里看到过的蚯蚓 一分为二后 仍然能长出枝节继续生存 或许是在课本上学习过的壁虎 断尾求生后 没过多久就能长出新的尾巴 这些事情让小小的我们 对这个神奇的自然界充满了好奇 随着对知识的不断探索 我们了解了在自然界 低等的脊椎动物 具有十分显著的愈合能力 相比之下 许多哺乳动物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附属物 或器官的再生能力 然而 在哺乳动物中 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鹿角的再生 鹿科动物中 大部分种类的熊鹿 都长有鹿角 而鹿角 就是这些鹿的第二性征 也是它们保卫领地 炫耀力量 繁殖季节 争夺交配权的有力武器 拿梅花鹿来说 大家都知道梅花鹿漂亮 具有观赏性 全身都是宝 但实际上 梅花鹿不仅是颜值担当 它们的鹿角 还有逆天的再生能力 据我们观察 梅花鹿的鹿绒 几乎每天以1.2厘米的速度生长 并且 四年长出的新角 一般体积更大 支差更多 结构也更复杂 这个再生能力 是所有哺乳动物 都无法比拟的 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 怎么一会儿鹿绒 一会儿鹿角 鹿绒鹿角 傻傻分不清楚 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辨认方法 出发时 嫩如春笋 表面有一层绒皮的 就是鹿绒 鹿绒看起来肉乎乎的 等这个嫩角慢慢长大 绒皮脱落 古致化露出来后 就是坚硬的鹿角了 鹿角看起来像树叉一样 干巴巴的 可以理解为 鹿绒就是鹿角的地基 鹿角是鹿绒长成之后的样子 当然 在大自然中 鹿类并不是唯一一类会长角的动物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牛羊 等动物的头部 也会长出角来 与这些动物的角相比 鹿角具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 从结构上看 绝大多数牛羊的角是动角 也就是它们的角是空心的 并且像我们的指甲头发一样 是没有知觉 而鹿类的角属于石角 是石心的 从生长周期上看 牛羊的角终生生长 且不脱落 而鹿类的角每年都会生长一次 脱落一次 更神奇的是 鹿绒的再生能力非常强 通过我们对鹿角的了解 不难看出 石心鹿角的再生难度 远比那些低等动物断肢重生 要困难多了 鹿角再生 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好比 有的动物肢体再生 就是平地修个小墙小院 而鹿绒再生 则像是重新搭脚手架 搭调塔 出电路 最后建成一座摩天大楼 那么鹿角究竟是如何实现 如此快速 完整的再生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鹿角再生发育的细胞图谱 在鹿角脱落前和再生零天时 再生组织主要由三种细胞组成 但是 再生五天时 出现了新的细胞 叫做PMC4细胞 PMC4细胞可以变成软骨细胞和骨细胞 所以被称为鹿角崖基组细胞 最神奇的是 这种细胞不仅能修复骨骼 还能促进骨再生 这意味着 在治疗软骨损伤伤时 鹿角崖基组细胞 可能具有很大的价值 这项研究 为细胞再生领域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大胆地猜想一下 也许这个细胞 将来可以用于部分患者的半月板 和锥肩盘软骨修复 甚至耳朵受伤的患者的软骨再生 总的来说 梅花鹿鹿角的可再生 为哺乳动物的器官再生 提供了有用的遗传和组织学方面的科学依据 如今 我们的科学家 也会在梅花鹿鹿角再生这一研究领域 继续驰骋 也许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看到 人类器官再生的新希望 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神奇动物 梅花鹿 谢谢大家 我是刘田 刘田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就是 鹿角的自然脱落 但是经他这么一说 我们可能才知道 这鹿角跟牛羊的角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您那经常能够有各种各样的鹿 尤其是米鹿 梅花鹿 这出生的鹿角 也就是鹿绒状态的时候 摸上去这手感是什么样的 刚刚长着的鹿绒 摸上去的手感是有温度的 它是热乎乎的 因为鹿绒里边有很多的血管神经 在给鹿绒在生长提供营养 摸起来是像一块肉 还是像一个皮球 您可以理解成像我们摸鼻子 像我们鼻子一样的手感 好的 来 轩音老师 我还真摸过那个鹿绒 东北三宝之一 不就是有一个是鹿绒吗 那个外面绒绒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当时就一直在想 就是把这个鹿绒割下来了 这个鹿的角还能长出来吗 一直特别担心 然后今天听到嘉宾分享 就是这个是梅花鹿的鹿绒 是可以长出来的 哪几种鹿 是公的和母的都会有角 不是所有的鹿都是雄性 雌性都会长角的 比如说有的鹿只是雄性长角 就是大多数的鹿 而像驯鹿 我们说圣诞老人拉雪车的驯鹿 它是雌性雄性都会长角的 这个问题我记得咱们晋硕老师 还曾经讲过 按照季节而言 我们看到的西方文化当中的 圣诞老人所使用的那些驯鹿 应该都是雌性的 不是雄性的 对吧 晋硕老师 是 我这介绍过 刚才那个刘天老师介绍的就是 所有的鹿当中 只有驯鹿这么一种 是雌雄都有角 这个是它完全的一种高度的 对北极圈内的这种 极端环境的一种高度的适应 因为它那个角 它这个离它眉毛最近的这个叉 我们叫眉叉 你比如说刚才刘天老师 介绍的是梅花鹿 梅花鹿的眉叉就是比较典型 就那一个 我们看到的像马鹿 它一般会有两个眉叉 就是离它头顶最近的 那是两个往前的凸起 到了这个驯鹿那儿 它那个眉叉就是不光是一个分支 它的分支比较宽 而且还有一些凸起 而且呢整个呢像一把勺 或者是一个像一个铲子一样 所以它有了这样的结构的话呢 便于它去扫雪 如果雪下呢有这种草啊 有这种食物的话 它用这个呢就可以扫开 因此的话呢 这个雌雄呢都长脚 它这个好处呢就显而易见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12月24 25号 就是圣诞节的前后这段时间 正好是雄性的驯鹿 是脱脚的 是没有脚的 而雌性的驯鹿呢 它的脱脚呢要晚一些 因此的话呢 那段时间拉雪橇的 确确实实是雌性的驯鹿 而不是那个什么鲁道夫 大鼻头鲁道夫 是吧 给它塑造成一个 这个雄性男性的形象 但是时间是错的 科学上来讲 那段时间恰恰的 都会词录 词的驯鹿有脚 好的 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停 以下题目由 科普教育讲师 科普作家李维阳提供 题目一 雄鹿从什么时候开始 长有鹿脚 A 出生就有 B 一岁才有 选一老师 刚才听这个刘老师讲的时候 这个鹿脚应该是有一个 生长的一个过程的 然后好像不同的阶段 那个脚还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它是不是出生就有 可能特别小呢 还是说一岁的时候 突然才长出来呢 要不然我选A吧 就是可能出生就有 但是特别特别小 然后慢慢长出来的 您呢 我选择B 这个刚出生的小鹿呢 它的头上是没有脚的 它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它开始长出新的鹿绒 然后变成鹿脚 刚刚长成鹿脚呢 非常的短小 这么长两根小棍一样 像一双筷子一样顶在头上 到什么年纪才能够长成 真正的雄壮的鹿脚 这个可能需要到它成年之后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 也得看这个营养状况吧 对 一个不同的营养状况 它可能决定它鹿脚的大小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B 一岁才有 好 靖川老师 是不是在鹿群当中 拥有最高的 最大的鹿脚的鹿 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宰者呢 一般会是这样 因为的话呢 这个大的鹿脚 它肯定是有优势的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顶撞其他的雄性 它的鹿脚越大 一般来讲呢 它的年龄相对比较成熟 而且身体比较健壮 所以雌性呢 它往往喜欢这样的 而且的话呢 你像那个麋鹿 它还有一个习性 它会把鹿脚为了显得更大 它会缠绕各种各样的 它们喂的各种的草料 木须啊什么的 直接就缠在头上显得更大 所以它尽管没长那么大 但是它可以以假乱真 可以显得更大 这就是信词性的一些策略 来 请出下一题 这题好说呀 对吧 其实我们刚才所有的言谈当中 几乎都把答案已经透露出来了 这个题根据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解 这个题就比较好选了 肯定是选A 因为这两个图片里的鹿的角 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第二个B的图片 肯定一看就是一个年龄很小的鹿 然后这个图片A呢 那个鹿一看就是 那个鹿角非常的大 而且这个叉非常的多 就彰显着它很强壮 然后可能像个王冠一样 也很有威严的感觉 所以呢 肯定是选A 而且你看那眼神是吧 图片A当中 那只鹿的眼神一看 就是这个中年人的稳定成熟 再一看图案B 那眼神绝对就是青年人的清澈 是吧 对 你一看什么 那好 我也算A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A 但是金锤老师 我觉得我抛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观察人呢 人与人交流可以通过眼神判断 这个人对我有没有善意 动物跟动物之间 它们会存在眼神交流 有眼神啊 这绝对有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平时以为啊 这个鹿很温顺 大家都觉得小鹿多可爱啊 是吧 有小花斑 然后呢 鹿呢就是食草类动物 很温顺 是吧 它经常被大狮子 大老虎 被这些食物类动物捕杀 大家自然而然总觉得它是弱者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尤其是在交配繁殖期 那熊鹿受这个熊性荷尔蒙激素的性激素影响 它的战斗力爆表 所以其实的话呢 遇到这些鹿呢 一定要躲远点 那么你从哪能看得出来呢 它是有眼神的 是有杀伤力的 因为它一旦兴奋的时候 它眼睛是冲雪的 它眼睛也会瞪得很大 瞳孔都是放大的 它和那种安然自得 在那半眯缝眼 在那睡觉的状态 那眼神绝对不一样 所以大家呢要察言观色 尤其是当你离近了 跟野生洞接触的时候 当然我们如果没机会接触的话 您可能在城市里遇到一些狗 尤其是流浪狗 尤其是有些猎性的猎性犬 那你其实呢 一定要观察它的状态 它整个身体放松的 还是说肌肉崩磁 毛榨起 眼睛瞪着你 你嘴已经呲牙咧嘴了 这种状态呢 是一种警告你 甚至准备要攻击你的 这时候你一定要离得远远的 好的 请出第三题 题目三 新生鹿角和前一年脱落的角 形状是否相同 A 相同 B 不同 因为刚才通过这个刘老师讲的 还有图片当中我们看到 那个鹿角还是长得 这个形状挺不一样的 如果说每一年新长出来的这个鹿角 它都是跟上一年一模一样的形状 首先我觉得挺难实现的 一模一样 然后呢 如果都是一模一样 它可能很难出现那样一个状态 那样一个形状 然后并且每个鹿的鹿角 它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难一模一样 所以应该是不一样 选B 您的选择呢 我的选择也是B 因为这个鹿呢 它是刚开始我刚刚说了 这个新生的小鹿是不长鹿的 第二年是长成一根棍一样的鹿 然后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 它再长出新的鹿 会多增加出一个分岔 以此类推 每年呢都会多增加一个分岔 直到成年的时候 它是只有四五个岔 那是成型的鹿角 但是呢 它随着 我以为数岔就能知道它多大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只是能宏观地 大概判断它的年龄 对 不能很准确地判断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 因为这三道题都在讲鹿角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鹿的鹿角 整体来讲每年都会长 但是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 基本是定型了 换句话说呢 刚才讲到这三道题 我都听到大家讲到 说这一年长一个岔 一年长一个岔 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但是的话呢 也有很多极端的 因为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鹿的个体 它有一些基因的突变 导致它长的岔 要比一般的多 我们到今天 大家过去这么多年 人经历了五千年的 这样的文明史 我们其实把很多巨型的 大的鹿角的鹿啊 基本都杀掉了 所以我们剩的体型 比较小的那个鹿角啊 它就长不大了 所以一般的话呢 你看它都偏小 另外的话呢 你像我们中国 特有的白春鹿 因为生活在青藏高原 人际罕至 所以利用白春鹿的鹿绒 在历史上比较少 所以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整个鹿角宽度 达到两米以上的 这样的巨大的 白春鹿的鹿角 就是说呢 这个保护动物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保护的话 我们后代 都看不到那么大的鹿角了 好的 刘田老师分享的鹿角的秘密 成功录著 动物心之途鞭 第二种动物啊 是一生都在换牙的海底猛兽 这海底猛兽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 也都能够猜出来是什么 那么今天 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又会给我们讲述哪些 关于这种动物的神秘之处呢 来 有请苗晶晶老师 苗晶晶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副教授 大家好 我是苗晶晶 相信换牙这个词 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吧 我们小时候都有过换牙的经历 这是因为我们人的一生中会长两次牙齿 一次是乳牙 一次是横牙 我们人类的牙齿非常宝贵 这个数量也是固定的 乳牙20颗 横牙28到32颗 换好的横牙将会伴随我们一生 如果有损坏或者脱落 就再也长不出新的牙齿了 只能让牙医帮我们修补 或者换成假牙 那么在动物界 无论是草食者 肉食者 还是杂食者 牙齿都是身体上最坚固的器官 也是捍卫生命的武器 那么动物们的牙齿 都像咱们人类的牙齿这样娇贵吗 有没有例外呢 我最先想到的 可能是捏齿动物的门齿 家中饲养仓鼠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 它们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磨牙 因为它们可以不断地生长和修复 所以以此抵消了 每日进食造成的磨损 但除此之外 动物界中还有一位真正的 牙齿再生的最强王者 那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主角 大白鲨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开口露出八颗牙齿的微笑 代表着友善 可是面对大白鲨张开的大口 却能激起人们最原始的恐惧 不要害怕 让我们克制住逃跑的冲动 来仔细观察一下 这位海中霸主的牙齿吧 大白鲨的上和下和分别有五排 甚至七排尖利的牙齿 总共约三百颗 下和的牙齿则像一个个尖锐的钩子 每一颗牙齿又都带着锯齿状的边缘 也难怪大白鲨的拉丁语署名 卡托登就是由尖利和牙齿 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众所周知 大白鲨是一种凶猛的略食性鱼类 处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 它们的猎物包括各种海洋鱼类 海豹 海豚等 一旦大白鲨露出锋利的牙齿 就意味着它的猎物要领和饭了 大白鲨的尖牙虽然恐怖 但却是它身体上最容易损坏的部位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只大白鲨的新生吧 大家好 听说大家都管我叫海洋中凶猛的捕食者 想必是看到过我大快朵一把 其实和许多干犯人一样 我也有一颗干犯魂 但不同的是 人类吃饭牙齿是锋利且坚固的 而我进餐时不能咀嚼食物 时不时的还会掉几颗牙 不过大家也不用替我担心 虽然我爱掉牙 但这并不会对我造成困扰 因为我掉牙是不疼的 而且我的嘴巴里 还有好多牙齿可以备用哦 不信你看 掉一颗就补一颗 掉一副就补一副 是不是很像传颂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大白鲨的口腔内长着好几排牙齿 正在使用的牙齿 位于口腔的前端 后方还有一层层的备用牙齿 像瓦片一样 齿间放平的叠放在后面 一旦某颗牙齿脱落 第一套备用牙齿 就会前移填补空缺 而位于其后的第二套备用牙齿 也顺势向前移动 到达第一套备用牙齿的位置 备用牙齿就像坐着传颂带一样 随时待命 使大白鲨能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力 据统计 一条鲨鱼在十年内 要换掉两万多颗牙齿 所以在鲨鱼经常活动海域的海底 会积残起非常多的鲨鱼牙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为什么鲨鱼有这么多的备用牙齿呢 目前学术界对于牙齿的起源 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 那就是脊椎动物的牙齿 起源于远古鱼类祖先的顿铃 顿鱼是一种软骨鱼类所特有的鳞片 这种鳞片包括脊和脊板两部分 巧合的是 我们的牙齿也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 这种共同的演化历史表明 我们和鲨鱼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虽然我们和鲨鱼看起来截然不同 但是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 我们的身体结构和功能 都受到了相同的生物学原理的塑造 这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生命的奥秘 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 自然界中每一种生命的存在 以上就是我所带来的神奇动物心知 谢谢大家 我是苗晶晶 苗老师 这个鲨鱼的牙能够不断地换 那这个海洋深处沙滩边上 是不是经常能够发现鲨鱼的牙呀 这些脱落的鲨鱼牙齿有什么用吗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这些牙齿来获得一些 关于这个海区里面鲨鱼生活的一些有用的信息 比如说不同的牙齿的类型 可以去判断鲨鱼的种类 然后在这个鲨鱼生活的比较多的这些区域 确实是非常常见 在海底可能看到很多的这个鲨鱼的牙齿 在海滩上也能看到 来 轩一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小的时候 在这个换牙的时候 这个牙它不是乳牙要先有松动的一个过程吗 然后这个牙掉呢 经常会伴随着你吃饭啊 或者吃东西的过程 这个牙嘎嘣掉下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家长就会一直盯住 说千万不能把牙咽到肚子里 咽到了会怎么怎么样 所以小时候就特别害怕这个牙一不小心 跟着食物进肚子里了 那大白鲨它这个牙也不痛 这么没有感觉的就这么噼里啪啦地往些掉 它会不会也在吃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进到肚子里呢 大白鲨吞进自己的牙齿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个可能鲨鱼的妈妈根本不需要嘱咐它 因为我们看这个大白鲨 首先它的牙齿是非常容易脱落的 它只是和我们人类的牙齿是不一样 即便是我们的乳牙 也是镶嵌在这个牙草骨中的 但是大白鲨的牙它只是镶嵌在这个软组织中 所以很容易脱落 而且我们看大白鲨它好像没有脖子 所以它的这个食道呀 缺乏一个我们管这个吞面的环形肌肉 所以它其实是在捕食的时候 靠这个水的负压 把食物吞进消化道里面 所以它这个时候如果牙也掉了 然后再跟着食物一起 是非常容易吞进肚子里的 吞进去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来 静说老师 请对刚才苗晶晶老师 为我们讲述的鲨鱼牙齿的新知 进行知识点评 这个今天非常高兴啊 见到我们中国海洋大学的苗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大白鲨 说实在的可能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啊 对大白鲨还是有一种敬畏的感情 大家都觉得呢可能被大白鲨攻击啊 会死掉等等 但其实的话呢 关于这个跟鲨鱼有关的再生的研究 我们呢确实听的比较少 我觉得这个本身啊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因为我们现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困扰之一啊 就是我们的口腔健康 口腔医疗 口腔卫生 几乎每一个人 每一个个体 在牙齿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期啊 去研究和探讨 动的器官的再生 实际上呢也是为了更好的 去研究我们人类自己 研究我们如何通过 对这些生物的了解 从而启发人类医学的进步 因此的话呢 我特别希望啊 在我们录完这期节目之后的 也许在若干年 或者是较短时间之内 我们也拥有像大白鲨一样 可以自己造一副自己的牙齿 当然我们这是我们未来 发展一个方向 我相信这一步 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实现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答题环节 停 以下题目由 山东省海洋科学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姚琳令提供 题目一 鲨鱼哪边的牙齿替换得更频繁 A 上核 B 下核 来 轩衣老师 这个鲨鱼啊 咱们虽然没那个近距离的这个接触过啊 但是在影像画面当中经常看到那个鲨鱼啊 在捕猎的时候 那个嘴张得特别大 然后它一口咬下去呢 咬下去这劲儿肯定是上边的牙 要用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它咬完猎物之后 它还要拼命地甩 这个对于上核的牙来说呢 也是挺吃力的 所以我觉得啊 它因为上核的牙会比较肺 那比较肺的牙呢 它肯定换得就更频繁一些呗 所以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应该选A 上核 那您的选择是 我的答案和曹老师一样 也是A 上核的牙齿更换会更频繁一些 您数过 因为它这个大白鲨 它的牙齿 其实和我们人的牙齿不一样 它没有一个咀嚼的作用 然后它的牙齿 主要是固定的作用 它咬住这个猎物之后 它是靠身体摆动 像曹老师说的 来甩去撕扯这个猎物 这样的话 它确实是上牙更换的 会更频繁一些 它的下牙更像是钩子 钩住一些 所以损耗要稍微小一些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A 上核 好 请静盛老师补充知识 动物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有核的生物 就是有上下核的生物 你都会发现 其实上核的整个的牙齿 整体上要比下核的牙齿 在附着上 在用力上 甚至在数量上 一般都会比下核的要多 这个动物在捕食的时候 除了有上下核 最重要的还要有肌肉 因为你肌肉上面 还有能量产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那些食肉类动物 甭管是这些鲨鱼 代表着软骨鱼类 还是到两耙类 到这个兽类 捕入动物 其实呢 往往都是上核的力量 要高于下核的力量 这个跟附着肌肉 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在上核的两边 一直到我们都看到了 那个全弓 然后到了这个 甚至那个脸颊 甚至到了我们头顶 很多动物呢 有发达的始状级 人字级 它这些整个肌肉 是联动的 才上下核 才有力量 所以上核的那个肌肉力量 要比这个下核 要大很多 所以换句话说 上核呢 也要费力 同样也费牙 好 接下来请出第二题 这题简单呢 我们光看一看 这两种动物的分类 就能明白了 对吧 轩衣老师 对滕渊老师来说 比较简单 对我来说 还是需要 好好地思考一下的 首先这个 这个鳄鱼 我们经常看到 鳄鱼这个也很凶猛 然后牙齿也很多 它咬到猎物之后 它会通过不停地翻滚 来控制这个猎物 那个翻滚的过程 那得多费牙呀 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讲 它肯定得经常换牙 所以我猜 就应该是选A 鳄鱼吧 那您的选择是 我的答案也是鳄鱼 因为它的咬合力很强 然后在这个咬合的过程中 捕猎的过程中 也是很容易脱落的 虽然鳄鱼的牙齿 它是属于曹生齿 比鲨鱼的牙齿固定地 要结实一些 但是仍然是非常容易脱落的 然后鳄鱼的牙 它每一颗牙 差不多有50裂 就是说它一颗牙的位置 可以更换50次 也基本上覆盖了鳄鱼的一生了 所以它也是一生都在不停地患牙 然后也不怕损耗的这样的一个物种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羡慕这些动物 来吧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A 鳄鱼 来 金兽老师 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那么说起虎鲸呢 还有所有的鲸和海豚啊 它们跟哺乳动物不太一样 因为哺乳动物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是有乳齿和横齿 乳齿的话呢 要换完以后换成横齿 但是像虎鲸啊 还有这些各种的鲸和海豚 它们呢 是从小长了一副牙 长大呢 它是不换的 所以呢 这是跟我们其他哺乳动物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题目三 以下哪种动物会跑到鲨鱼嘴里去获取食物 A 海龟 B 阴鱼 来吧 轩音老师 这个海龟啊 它自己有一个比较硬的壳 因为我们一般看到这个龟类 它要是想要这个遇到危险 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它只需要把这个脚啊和头啊 这个尾巴全部缩到壳里就行了 因为它的壳坚硬无比 它可能也不需要冒这么大风险 钻到这个鲨鱼嘴里边去 那下面那个阴鱼呢 确实不太了解 但是经常看到那个纪录录片里边有很多小鱼 反正还能跟这个鲨鱼和谐共处 围着鲨鱼转什么的 所以我想它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个好朋友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选B 阴鱼 那个海龟啊是不能把头和四肢以及尾巴锁进壳里的 不能吗 海龟没这能力 这个很多龟 很多龟别类的动物都不具备 完全把头部和四肢都缩回到壳内的能力 完全能够B上的 可能像我们国家的珍稀动物云南壁壳龟 这能算一个 您的选择 这个题的话您分析得非常好 但我觉得也是只能选B 阴鱼 像阴鱼它也会是这个鲨鱼身上的一些寄生虫 还有它嘴里这个捕食之后的一些残渣 我的答案也是B 阴鱼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B 阴鱼 金融老师您有没有觉得这道题出错了 阴鱼能跑到鲨鱼嘴里呆着吗 这个阴鱼啊 它虽然像一膏药一样贴在这个鲨鱼身上 它只是在运动的时候 鲨鱼要走了 它带着阴鱼在走 但实际上阴鱼它也不是说 24小时老在那贴着 它自己也会在鲨鱼身上也是要游动的 因为它要吃一些食物的残渣 或者是一些它体表的寄生虫 所以这个阴鱼钻到鲨鱼嘴里 短时间内去吃残渣 或者是一些什么寄生虫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的话 正常我们看到它就是贴在上面 但是钻到嘴里 这是肯定是可以的 包括它也会游到它身上其他的部位 好的 是我浅薄了 非常感谢苗晶晶老师的到来 今天苗晶晶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大白鲨牙齿的秘密 成功入住动物心智逐渐 这种动物竟有超强的心脏再生能力 XX的心脏居然如此强大 即便受到损伤 也能恢复成一颗功能完整的心脏 科学动物园 下节更精彩 接下来出场的 我是真猜不出来 一种不怕伤心的水中游鱼 鱼肯定是有心脏的 它不怕伤心 是为什么呢 它又不存在着感情波折 对不对 那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三位 神奇动物推荐人刘峰老师上场 刘峰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不计斑马鱼学会主席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科院动物所的刘峰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每天都会见到的神奇动物斑马鱼 一眼望去 斑马鱼是很漂亮的 我们可以看到 斑马鱼全身横向分布着迎蓝相间 类似斑马的条纹 它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虽然斑马鱼只有3到5厘米长 在它小小的身体里 却拥有着神奇的再生能力 作为实验室最常用的模式动物之一 斑马鱼为生命科学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家一定会感到疑惑 这么点儿的小鱼 为何成了科学研究的宠儿 它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呢 就让我先来说说 这条小鱼的优点吧 斑马鱼的个头很小 仅是小鼠的十几分之一 因此养殖方便 成本也很低 雌性斑马鱼 每次可以产卵200多个 而且斑马鱼长得很快 是我们非常容易获得的实验材料 说了这么多 大家一定很好奇 斑马鱼跟人类在外形上差距这么大 我们从它身上能发现什么奥秘呢 其实别看外形差距大 生活习惯还完全不同 但这个活泼好动的小鱼的基因组 给人类基因组的相似度 竟高达87% 而且科学家发现 斑马鱼的心脏、血液和神经等发育过程 跟人类十分相似 更令人惊讶的是 斑马鱼的心脏、肝脏和尾鳍等 都拥有我们梦寐以求的超能力再生 那么斑马鱼的自我修复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许多养过斑马鱼的人会发现 斑马鱼的鱼鳍在受伤后 我们本以为它会死去 没想到过了几天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它竟然还能在鱼缸里自在地游来游去 研究者们通过大量的实验观察发现 斑马鱼心脏损伤后可以实现再生 损伤前期会发生炎症反应 然后形成疤痕 但是斑马鱼纤维化的疤痕组织 会被新生的心肌细胞替代 随后心脏会恢复到完好如初的状态 这让我们认识到 斑马鱼的心脏居然如此强大 即便受到损伤 也能恢复成一颗功能完整的心脏 斑马鱼如此神奇的心脏修复术 为人类实现心脏再生的梦想 开启了一扇新的研究大门 我们知道 当人类心血管出现堵塞 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时 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 心脏中的心肌细胞 就会像干枯河流旁的小草 慢慢枯萎而死 并且心肌细胞一旦坏死 就成定局 无法再生 再严重一些就会导致心力衰竭 失去生命 其实斑马鱼心脏损伤后的前期反应 与人类心肌梗死的反应非常相似 但是斑马鱼却拥有人类 至今无法实现的超强再生能力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找出二者的差别了 带着这个疑问 科研人员通过研究 发现了一个藏在斑马鱼身体里的小秘密 原来斑马鱼的心脏里 大多数都是二倍体的心肌细胞 而人类是多倍体的心肌细胞 二倍体的心肌细胞可以发生增殖 从而替代损失的心肌细胞 这是斑马鱼心脏能够再生的原因之一 那么除了心肌细胞不一样 我们和斑马鱼还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生活环境的不同 斑马鱼是热带鱼 适宜生活在28摄氏度的水中 一旦温度降到18摄氏度 斑马鱼想要正常生存就很困难了 但是人类温度却有着很好的适应能力 别说18摄氏度 我们在零下18摄氏度 也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稳定的体温 所以我们跟斑马鱼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人是恒温动物 斑马鱼是变温动物 那么斑马鱼的心脏 可再生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呢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科研人员借助了变温动物 向恒温动物进化的驱动力 甲状腺激素 研究人员在养殖斑马鱼的水中 添加了甲状腺激素 果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受伤后的斑马鱼的心脏不能再生了 有了这个神奇的发现 大家肯定想问 如果降低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是不是就可以让心脏实现在生呢 研究人员就着这个猜想 开启了进一步的验证 我们都知道 小鼠也是一种恒温动物 和人类一样 大部分小鼠的心脏 是没有再生能力的 于是研究人员制作了一种特殊的小鼠 这个小鼠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合成 受到了抑制 然后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小鼠的二倍体心肌细胞比例上升 心脏损伤后 心肌细胞也能增值 也就是说 这个小鼠的心脏居然有了可以再生的能力 通过以上的介绍 大家知道小小斑马鱼的大用处了吧 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斑马鱼心脏 可以再生的部分原因 但对于心脏再生 仍然缺乏一个全面的理解 不过 有希望就有动力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可以实现自救 让冷暖自知的我们 不再害怕心伤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神奇动物心脂 谢谢大家 斑马鱼的生长能力到底有多强 科学动物园 下节更精彩 今天刘峰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斑马鱼 那斑马鱼既然拥有如此超强的再生能力 尤其他的心脏 那他第一不会得心脏病是吧 那么第二 他的死因可能会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 咱们说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 和人一样 斑马鱼也会生病 比如说常见的鱼腮病 包括细菌性的腮病 包括气泡病等等 那么除了生病 斑马鱼也会衰老 他的再生能力刚才介绍非常强大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的再生能力就有点下降 好 来 轩音 对于刘老师来说 研究鱼是他的这个工作 那对于我们来说 就确实是爱好 很喜欢养鱼 我就养过鱼 然后我会发现这个养鱼 其实是能养好 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想问一下 像斑马鱼长得又好看 繁殖能力又强 还有再生能力 那它好养吗 斑马鱼其实作为新手养鱼来讲 可以作为首选 首先它是特别皮齿好养的一种鱼 它的体型小 性格很温和 不会打斗 并且斑马鱼对食物也不挑 不管是活的饵料 还是饰料 都可以投尾 总之就是像您说的 斑马鱼它既好养又好看 家里有鱼缸的 我建议都可以养养试试 对 尤其是针对我们这种人菜引大的 养什么什么不活的 养斑马鱼就挺好的 是吧 对 确实是存在一些特别娇气的一些鱼 而斑马鱼就属于特别皮实好养的一种 好嘞 金硕老师 现在请您进行点评 这个我很惭愧啊 我在刘峰老师面前点评就是扳门弄斧了啊 因为刘峰老师啊 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专门从事血液 还有包括造血干细胞 还有包括心脏的再生医学研究 能够拿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这样的头衔的啊 那都是顶级的科学家了 所以呢像刘峰老师今天呢 能够来到科学动物园 给我们讲解了他研究的这个食言动物 斑马鱼 让我们对本身食言动物有了一个理解 另外的话呢 就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了 器官再造移植 特别是对于健康中国呀 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福吉人民生活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研究 当然与此同时的话呢 我们热爱养鱼的小朋友们 也不一定只养那些名贵的热带鱼啊 您非得来一苏眉也没必要啊 养一养斑马鱼观察观察啊 说不定你能更好的去热爱我们的这个自然科学 说不定您可能也成为我们的优秀的一名科学家 所以小小的斑马鱼会改变我们人类 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食言动物 能够更深入地去解密生命的奥秘 好 谢谢靳康老师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答题环节 停 以下题目由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刘洪宇提供 题目一 斑马鱼从一个细胞发育到成型的个体需要多久 A 一天 B 三天 这么快吗 来 轩一 你选一下 我觉得三天都够快的了 它还一天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我想先请问一下刘峰老师 这个斑马鱼的寿命是多久啊 最长可以达到三年左右 三年多 一般呢 一般就是两到三年 两到三年 我觉得这个一天会不会从一个细胞到发育成熟点太快了 我还是选个三天吧 我觉得三天已经挺快的了 B 对呀 我想也是啊 从一个蛋变成小鸡三天 这不吓人了吗 您的选择呢 答案是A 一天 也就是24小时 从一个细胞的受精卵长成有一个鱼的这种形状的 一个黑游动的小鱼只需要24小时 他爹妈眼见着孩子 一天之内 早晨孕育爱情结晶 晚上就满缸的油了 那干嘛这么快啊 这个是脊椎动物 就是鹦鹉鱼的一种优势 它如果发育的慢的话 它可能很快就被吃掉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还真的就像刘老师告诉我们的 它是一天 但是对于这答案我真的是很震惊 金硕老师 这个关于发育生物学 鱼的这种快速发育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这个首先来讲 确实我们有些 这个鱼大家都知道 它是属于大量的繁殖 所以大量繁殖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以数量来取胜 那捕食者的话呢 它会大量的去捕食 那么真正能够保存下来的可能是非常有限的 但因为它量大 所以最终呢还是有很多个体可以参与繁殖 正是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发育 所以科学家才选择了斑马鱼作为一个研究的材料 对吧 你要说研究一个鱼 如果你研究它的一些生物学机制啊 或者医学的问题 好家伙 您让它过了好多年才成熟 才繁衍下一代 那我们的刘峰教授可能都要退休了 可能这一代还等不着 是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快速繁衍的 所以大家用什么果蝇啊 用这些实验动物 它都是要筛选它的这个最优良的特性 能便于科学家快速地去做实验 好的 接下来就请出第二题 题目二 图片里有几条熊斑马鱼 有几条瓷斑马鱼 A 三条熊性 两条瓷性 B 三条瓷性 两条熊性 第一 我看图片当中啊 是有这个三条鱼 是这个身上的花纹 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漂亮 我印象当中就是放眼整个动物界啊 好像就是一般都是熊性 会更漂亮一些 比如说这个色彩更艳丽啊 或者是羽毛这个长得更漂亮啊 或者是身上的斑纹更多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孔雀 能开平的 那就是熊性 所以呢从这张图片来看 有那个花纹的那三条鱼 看起来好像更好看一些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三条鱼是熊性 那两条是雌性 那么呢就选A吧 他说的对啊 刘老师 算了有道理 这个一般来讲熊鱼比较修长 而雌鱼就相对感觉比较胖一些 尤其产卵的雌鱼呢 就像一个圆球一样 所以通过体型通过体色都可以辨别 好啊 其实轩一刚才所说的呢 就是我们对于动物界认知的一个常识 一般情况下这熊的都要比雌的长得更加艳丽一些 一期呢在交配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雌性的喜爱啊 那么有没有跟它完全相反的呢 静说老师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完全相反的也是比较多的哈 你比如说鸟类当中 比较著名的像玉那一大类的啊 那就是属于这个雌性和雄性来讲呢 就是雌的要比雄的要漂亮 若干个雌性去找这个雄性 所以的话呢 这个雌性之间通过外表外观 颜色非常鲜艳来吸引这个雄性 而且的话呢 我们这个不入洞当中呢 也有一些这种案例 当然它就不是靠颜色了啊 因为呢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取经岩鼠 他们就是雌性之间要有激烈的打斗 激烈的格斗来争夺这个雄性 所以正好跟一般我们常看的 一雄多雌的这种生殖策略 雄性 性选择的结果就是雄性更加艳丽 这种模式呢正好是相反的 好 谢谢静聪老师 好 那接下来就请出第三题 一目三 哪种动物和斑马鱼一样 心脏能再生 A 章鱼 B 荣源 首先章鱼 我觉得大家还挺常见的 这个章鱼 但是好像真没怎么听说过 说章鱼好像哪个地方 它能再生 荣源呢 我印象中它应该是 比如说腿要是断了 它能够长出来 而且还没有疤痕 那就说明它身体里是有这种可再生的能力的 但是它心脏能不能再生呢 那如果有这种能力 是不是心脏也有可能能再生呢 那这样的话就选B吧 觉得荣源的可能性可能比章鱼要大一些 刘老师您选什么呢 我选荣源 荣源 荣源的心脏也能再生啊 是的 像刚才介绍的 硬骨鱼 两栖类 其实很多动物的心脏都是可以再生的 章鱼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三个心脏 其中一个心脏 是可以发挥这个心脏 血液循环等等功能 另外两个心脏呢 它是起着一个塞的作用 可以进行这个气体交换 来 静说老师 这道题请您给我们再补充一下知识 这个说章鱼的心脏啊 大家也很少去关注 它的内脏的结构啊 当然呢 它身体的这些肌肉部分的话呢 还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我们一般呢 就是吃这部分 所以那个心脏呢 确实我们关注的很少 而且呢 它其实这个 所谓的另外两个心脏 刚才我们刘老师说的 这个叫塞心 塞心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 有点像人的那个肾 它呢 还起到一个过滤一些废弃物啊 或者是它在消化的之后的一些 废的一些排泄物吧 因此的话呢 它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好 谢谢静说老师 好 今天非常荣幸 能够请到刘峰老师 来到我们科学动物园的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斑马鱼 小小的一条斑马鱼 也许有些朋友家中 已经养在鱼缸里了 但是您知道吗 它的心脏居然是可以再生的 这一点真的是让人太佩服了 好 非常感谢刘峰老师的到来 您给我们讲述的斑马鱼 成功入住动物心知图鉴 好的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 我们又认识到了三种神奇的 拥有再生能力的动物 这鹿角能再生 可能是我们以往没有考虑过的 这居然也是动物强大生命力的 一种表现鲨鱼的牙齿 可以后排顶前排 一个一个顶出来 多让人羡慕啊 最后一种斑马鱼 小小的身体当中 蕴含着巨大的生命能力 那不停搏动的心脏 它就代表着生命旺盛而持久啊 倘若我们人人都能有一颗 斑马鱼的心脏 哇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将会又迎来新的阶段 正像刚才教授所说的那样 我们研究这些物种 研究它们的再生能力 是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第一 揭持生命运作的奥秘 第二 看一看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帮助 好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 神奇动物推介人 也谢谢张静说老师 谢谢曹璇一的参与 神奇动物有心知 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